欧洲史 第三章 拜占庭和西罗马帝国 六到十一世纪 前言 从六世纪开始 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 出现了改变东罗马帝国面貌的新方向 在随后的年代里 便产生矛盾现象 一方面是重新夺回的世界并不牢固稳定 另一方面却又杰出的精神成就传世 拜占庭帝国疆域的大变化导致重大的转变 帝国从此与过去 也就是和古代文化疏远了 这个国家的新面貌具有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民族一致 希腊传统因素占有优势 后来权力分散 经济形势完全改变 基督教化政策 宗教危机和国家的封建化等等 使这种转变更加突出 直到十世纪十一世纪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将界也在变化 并建立起新的制度 欧洲的面貌发生变化 新的国家准备积极参与历史的进程 因为不论在东帝国还是西帝国 统治者要建立普遍权力的努力都不能持久 他们的努力每每落空 因为形势不利于实现这样的努力 历史将会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尽管欧洲具有地方主义的特点 但是在后来的世纪里 仍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生活的人的事业 确实逐渐超出欧洲孤立群体的狭窄范围 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具有一个特点 就是努力追求普遍性和连续性 这样便形成一种无法估量的遗产 能够在将来为人类生活 提供更广阔的境界